大家好,今天中国北京召开了一带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 那欣平在会上总结了共建一带路十年经验 新华社发文 欣平表示我们深刻意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 通过共建一带路,中国对爱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缝 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 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已经是140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过 无论是中国对爱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 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 我们深刻意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 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欠可以变通途 路索国可以变成路联国 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 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 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 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 不会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发展的更快 我们深刻意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与名垂青史 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 不是尖船和力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共建一带路,注重的是众人食柴火焰高 互助互帮走得更远 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 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 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 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 也反对脱钩锻炼 十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 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 我们要有乱云飞度仍从容的定力 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 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国家主义秦平在第三届一带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已成为全球140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并正在走向更加开放 北京反对单边制裁和经济胁迫 中国已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限制 一带路高峰论坛 工商峰会与各方签署总额达到972亿美元 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带路 矿架内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 2024-2028年中国商品进出口将超过32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将超过5万亿美元 中国国有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将分别拨款3500亿美元 3500亿人民币约合478亿美元 用于一带路倡议箱 那四路基金资本将追加约800亿人民币 和109亿美元 普京也在一带路峰会上发表讲话 那普京在第三届一带路国际高峰论坛 看不上表示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 我们正在形成一条国际南北走廊 另一条从北到南的运输经络 将经过俄罗斯的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 其关键内容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部路段 包括西西伯利亚铁路 现代化 这也是北北铁路的建设 这是另一条通往北冰洋港口和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部亚马尔半岛的铁路线 以及新的北西伯利亚铁路 及其与我们最大的铁路连接 包括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木尔高峰路 与同时我们正在与外国合作伙伴 共同建设从中西伯利亚向南通往中国 蒙古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港口的铁路线 我们正在规划另一条从北极到远东南部的走廊 这是一条从巴姆到亚库特的铁路 横跨勒拿河和阿木尔河的桥梁 这些是西伯利亚大河太平洋铁路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在北海航线东段建立深水码头 俄罗斯联邦邀请感兴趣的国家开发北海航道 该航道很快将实现全年通航 普京邀请一带路国际论坛参加国 代表参加11月的莫斯科交通州 普京说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 俄罗斯和中国都渴望开展平等互利合作 以实现普遍可持续和长期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福祉 同时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国各自的权利 自己的发展模式 最广泛的意义上 一体化一成的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 以及加强我们经济技术和金融主权 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的一带路理念 逻辑上符合加强国际社会建设性互动的多边 那随后呢 秦平与普京举行了会谈 秦平在与普京会谈中表示 13年以来呢 我同普京已经举行了42次会晤 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热烈的经贸关系 和身后的个人友谊 俄中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充实两国合作新内涵 普京三次参加一带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彰显了俄罗斯对一带路倡议的支持 那俄罗斯和中国呢 也签署了12年来历史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合同 价值于257亿美元 那这也是俄罗斯方面正式宣布的 新陆地粮食走廊倡议 在一带路论坛期间的正式签署 该倡议的这个负责人 说今天我们签署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合同之一 俄罗斯在中国 12年内签订约2.5万亿卢布 7000万吨粮食 豆类 油脂货物供应合同 我们绝对不仅仅是以牺牲西部亚和远东为代价 弥补乌克兰出口量的损失 11月底至12月初 在俄罗斯和中国政府首脑会议上 将签署新的陆上粮食走廊国家间协议 那得益于跨贝加尔湖粮食码头 这些新举措 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口粮食增加至800万吨 未来呢 由于新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出口增加至1600万吨 那这次呢 与普京一起访华的 包括两位副总理 亚历山大 诺瓦克 德米特里 切尔尼申克 以及外交部 财政部 经济发展部 东部发展部 中央银行等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包括商业代表 俄罗斯天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 阿列克谢 米勒 伊格尔 谢钦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俄罗斯外贸银行负责人 德国格列夫 还有安德烈 科斯廷 以及列昂尼德 米克尔森 根纳记 蒂姆秦科 那么现在的西方媒体分析啊 俄罗斯通普京呢 率领高规格访问团抵达北京 美国试图离间中俄关系 彻底失败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叫斯皮格勒 他认为呢 过去两周 中国首都的外交活动激增表明 美国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 近20个月后 仍未切断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中国没有听取美国政客 声称莫斯科正在遏制北京的野心 而是张开双臂 欢迎普京到访北京 那作者认为呢 尽管双方存在分歧 但是这次访问证实了 中国和俄罗斯伙伴关系 在西方压力下 继续推行 那习近平的随后呢 又宣布在一带路框架下 公布新的行动计划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 将建立一条贯穿欧亚的物流走廊 第二 一个拥有大量自由贸易区的 丝绸之路 电子商务贸易协定和投资条约 第三 承诺从中国开发银行提供 478亿美元资金 第四 推动绿色发展 第五 致力于科学发展和人工智能 第六 加强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 包括建立旅游联盟 第七 清洁合作 以提高透明度 第八 努力创造 包括秘书处在内的一带路 相关机构 那么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在高端芯片 AI智能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围堵 那么中国现在选择转移向欧亚大陆方向 和俄罗斯和欧亚大陆这些国家 一起来扩大在人工智能在AI等领域的合作 而且中国也选择在欧亚大陆投资 我之前说过那个逻辑 中国实际上大量的商品出口到美国以后换取了美元 而换取的美元又再买美债还给了美国 那么实际上风险巨大 而美国这些资本主国家 特别是以美元霸权为主的昂鲁萨克逊国家 他希望中国的钱再回到昂鲁萨克逊体系 通过他的一段的金融方面的运作 最后把你的钱逐渐的侵蚀掉 让你又变成裙光蛋 就像一个打工的一个打工仔 我之前说过 美国是地主 中国是一个打工的 一个农村的一个小青年 给地主打工挣了一点钱 刚想存起来 地主说了 我这有什么 我这有各种好东西 你把钱放走我这 换走各种东西 中国现在挣的钱就放到美国那 放到地主家 那地主通过各种手段 是吧 赌场 妓院 把这些东西 把你这钱又弄到地主家去了 你没有了钱以后 你继续给地主打工 继续给地主看货 那中国呢 中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 投资回到欧亚大陆 为什么中国 当时没有选择加入这个 CPTPP 而那些美国啊 这个国家 你看到吧 在这个跨太平洋协议 就等着中国呢 这个大肥肉啊 中国一进去 那些国家就把中国瓜分了 中国在辛辛苦上台以后 转向欧亚大陆 首先转向欧亚大陆 为什么 虽然有风险啊 但是跟你们这样如狼似虎的一帮人 等着我这个中国资本 几百亿美元过去 我还投资欧亚大陆啊 虽然是把风险大一些 但是我有主导权呢 我可以扩大我的影响 另外基础设施 欧亚大陆 想要联合 首先需要基础设施啊 需要铁路啊 需要物流啊 那现在正好需要什么 就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 而且这些东西建立起来以后 你可以想象 未来咱们中国人 可以永远什么 永远在欧亚大陆这个体系内 中国作为主导力量了 那不是把钱送到北美 送到美国啊 送到什么昂尔萨克逊那些国家 什么澳大利亚啊 是日本 被他们的银行吃掉 最后还是由他们来主导这个世界体系 而中国建立的是真正的欧亚大陆啊 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而且这些资产是上百年 要运营上百年 那中国呢 里面都可以获利 你现在投入这些东西 未来都会增值啊 欧亚大陆沿线这个国家 未来经济发展 都会有回报啊 比存在银行 比存在美国那个银行 一个点两个点 那个利息强太多了 最重要是什么 是发展的欧亚大陆啊 欧亚大陆发展起来以后 中国的影响力扩大 而且呢 美元霸权在欧亚大陆被赶走了 欧亚大陆国家出现一个非美元区域 所以你看 各种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中国必须扩大一带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实际你看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欧亚大陆和美国 和昂鲁撒克军体系正面的对抗 今天我也看了一下美国的媒体 中国国家主义行民周三18号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一带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好事就会更好 将别人的发展设为威胁 不会让自己发展的更快 他宣布中国高质量 共建一带路的八项行动 中方将设立总额 7000亿人民币的融资窗口 私路基金新增800亿元 欣平表示 一带路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 合作 从大写意进入公笔化阶段 过去十年取得的经验 弥足珍贵 我们深刻意识到 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世界好 中国才会好 中国好 世界会更好 欣平姐在会上宣布 中国高质量 共建一带路的八项行动 包括 构建一带路 立体互联互通道路 支持建设开放 世界经济 开展务实合作 促进绿色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 支持民间交往 建设连接之路 完善一带路 国际合作机制 欣平提到 本届高峰论坛企业家 达成了9700亿美元的项目合作 中方将实施 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 并继续支持科技创新 在5年内 把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 扩大到100家 以及深化文明对话 和继续举办 一带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 美国媒体 包括彭博社也写到 欣平为一带路倡议辩护 将这一个价值1万亿美元的计划 视为全球增长的新驱动力 同时表示 浙江是其示威威胁的人 正在给自己带来伤害 与17年和19年两次峰会相比 出席此次活动的外国领导人较少 这表明对该倡议兴趣有所下降 意大利是该项目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 已经计划退出该协议 并没有派领导人参加论坛 西方媒体指出出席者包括 俄罗斯总统普京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克 薛尔利总理 维克多奥尔班 埃及总理 马德布利 坎尼亚总统鲁托 智利总统伯里奇 美国媒体分析 中国经济放缓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带来的阻力中 该国领导层正寻求重振事迹项目 中国在一带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活动较18年 峰值下降约40% 中国还面临着作为不负责任的贷款人 导致各国违约的指控 报道称 习近平在讲话中毫不掩饰的谴责美国 近年对华政策 华盛顿将其描述为去风险化政策 但中国方面却将其视为阻挠崛起大国努力 我们反对单变制裁经济胁迫脱钩和供应链中断 新平表示但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意识形态对抗地缘竞争和集团政治 不是我们的选择 那大事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欧亚大陆要联合必须有外力推动 美国对中国这个围堵我觉得就是外力 不管西方媒体怎么炒作唱衰中国的一带路 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一带路已经发展了十年 没有失败 而且一带路这个资金规模在逐年的增加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 实际上一带路项目实际上和欧亚大陆很多国家都发生了联系 这就是事实 另外一点 美国事实上现在你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对全世界放债 光靠收利息 吸其他国家发展国家的血 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有中国 就中国现在呢实际上也可以向这些发展国家提供贷款 那不需要找什么美国日本 找什么西欧 找中国也可以借到钱 就中国有过去啊给美国打工的一个小啊小农民工或者叫一个小啊 小的一个长工变成什么变成现在和地主一样也可以出去放贷 也可以出去对吧 靠资本啊靠这种一带路项目来扩大自己影响 那你可以想象美国啊这些地主对吧 过去这些发达国家对中国什么态度 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大家要看懂这里面的逻辑 就不管怎么唱衰 但是中国这是必须做的 一带路项目是必须做的 如果你自己不走出去啊 你一个每天只打工给是吧 给那些地主打工的一个是吧 一个长工 你不出去走出自己的项目不出去对吧 搞自己的一带路搞自己的集团 搞自己的朋友圈 那最后你还是回过头来要被西方要被这些地主收割 你的钱到了地主家地主跟你玩几把赌博 把你的钱全满就没了 西方那个金融圈啊 华尔街就是赌场 你的钱放进去没几年就没了 一分钱都不会有 你还是回头啊 继续到地主家 到那长远里继续给人干活 所以呢 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带路 要有自己的投资思路 要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欧亚大陆就是中国的 还有一点 中国也没有放弃和西方国家的合作 中国也在争取西方国家 因为中国是两条推走路 就是我一方面在欧亚大陆通过陆地通道 连接欧洲连接 对吧 世界最发达的 对吧 大西洋 贸易通道 另一方面 我通过海上也能够连接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呢 美国就失去了什么 就失去了同时控制海洋和陆地的机会 美国想切断中国 中国有陆地 对吧 美国不是海上强吗 我中国有陆地通道 就你美国对我制裁 我走向欧亚大陆深处 陆地通道连接欧洲 照样能够发展 你围堵不了我 而且我是两条腿走道 我西部和东部同时发展 我西部呢 通过这个 霍尔果斯口岸 通过新疆 通过这个西部的口岸 也可以大量的出口物资 包括像印度尼西亚的 东南亚的 RCP这些国家的物资 可以通过我运往欧洲 所以中国实际上你看 获得了什么 陆地和海洋两个通道连接世界 而且和俄罗斯的关系 又获得了俄罗斯的粮食保证 能源保证 就相当于一台发动机 俄罗斯就相当于什么 又有油又有粮 给这个司机喂粮 给这个司机供油 而且是长期保证 那你看中国这个发动机 它能熄火吗 永远不可能熄火 它会一直转下去 那长期来看 中国和美国这种对抗 和昂鲁斯达克逊的对抗 就有了保证 而且我刚才讲了 中国是什么 中国原来是苦哈哈 给人打工的 那我现在手里这些钱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项目 我不能跟着西方屁股后面 不能像日本人跟着美国 日本已经被美国殖民了 你到日本 你看那上面飞的飞机 全是美国飞机 美军的飞机可以说 所以日本它可以跟着美国 中国呢 中国跟着美国 最后就被美国收割 因为你最后 你的目标是干掉美国 美国怎么可能呢 带着你一起赚钱 最后是给你挖坑 让你往里跳 这才是美国 那中国怎么办 只有自己走出去 不管西方媒体 你怎么说中国一带路不行 中国都要做 摸索着要前进 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 所有做过生意的都应该知道 你等着别人带你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那帮人抛 是吧 把你的钱拿到资本市场 玩一圈没了 没了以后 你连人都找不到 回过头接着 是吧 给人扛活去吧 从头接着打工 被洗劫一空了嘛 割韭菜给你割煤了嘛 你看看之前那些国家 东南亚被美国资本玩了 那中国呢 中国只能是什么 自动 那说白了 中国想要未来和美国竞争 想要取代美国 那么中国手里面 必须有自己的马歇尔计划 当年美国经营马歇尔计划 大家都看美国那么傻 把钱给欧洲 把商品给欧洲 奢账给欧洲 结果你看现在美国控制欧洲 你到欧洲全是美国资本 你到欧洲的好的酒店 全是美国的 那前面都挂着美国国旗 那就是马歇尔计划 那就是美国的一带路 那美国既然当年 他有自己的一带路 中国呢 中国也躲不开 你要想跟美国竞争 你要想有自己一套 独立的世界体系 你就要有自己的一带路 中国我觉得不管西方怎么炒作中国一带路失败 中国都要做 而且摸索着 摸索着这个经验 也要把这个事情搞下去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一套系统 独立的势力范围可以这么讲 美国控制欧洲 中国呢 中国未来和欧亚大陆 包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这就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有着中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会逐渐的扩大影响 和美国真正的竞争 这个时候 中国和俄罗斯 一定要拉住俄罗斯 我一直在讲 中国的这个目标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是中国的助力 你要站在更高的思维 你把你的目标定在美国 而不要定在俄罗斯 有一些中国人天天想着怎么跟俄罗斯竞争 我就奇了怪了 你跟俄罗斯竞争什么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超过美国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是你的助力 你要拉住它 为你服务 为你的崛起服务 为欧亚大陆崛起服务 所以这时候和俄罗斯要搞好关系 那对抗美国一定要拉住俄罗斯 不能让俄罗斯变成美国的工具 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一带路 我觉得我这个频道是 整个华文自媒体讲一带路讲的最清楚的 我当时在马尔代夫就给大家第一次讲一带路 2018年底那时候 18年我就给大家讲过一带路 那时候互联网上对一带路其实了解并不多 不像这几年 很多人都能讲一带路 那个时候就讲了什么叫一带路 就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中国挣了这么多钱 那中国这些钱呢 继续投回美国 让美国把中国的钱吃掉 几轮经济危机下来 中国的钱不就被洗劫了吗 那中国人白干了 回头害得给美国人打工 不行 中国要有自己的市场 中国要有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要有自己的地盘 这就是一带路 我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要支持中国的影响 但是我是支持欧亚的路联合 欧亚的路崛起的 昂鲁萨克逊之所以崛起 是因为昂鲁萨克逊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从马歇尔计划开始 再到昂鲁萨克逊覆盖全世界这套商贸体系 那么中国现在打造的一带路 就是对标昂鲁萨克逊 我觉得最后中国一定会超越昂鲁萨克逊 昂鲁萨克逊一定会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而中国的一带路一定会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 欧亚大陆崛起的关键项目 至少会推动欧亚大陆真正的整合 商贸上的整合 欧亚大陆未来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市场 而不是由美国控制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直击美元霸权 那个时候美元霸权 美国没有了美元霸权 你可以想想美国是什么 美军是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间隙欧亚大陆一定能够重新举起 中国一定能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